哈喽 大家好 怎么说 开卡不能停 这个我就是今天刚刚会计收到的 今年的Upseeding First of Line 先行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吧 因为先行它这周上周吧 上周才发 然后这周才寄到 然后Hobby的Box还没有发售 估计这周末或者下周吧 咱们可以说是尝了第一手的 第一手的开卡的乐趣 然后这个今年的盒子跟去年的 大家一比较一下 其实这就很不低调 今年的还有个人叫Morant在上面 去年的就是光一个盒子 去年的我这盒买的是270 然后这个就先行就不大说 不说多少钱了反正挺贵 然后但是去年是没开出什么好东西 然后就一张这张 Jersey Auto 还是Alondo Trier 就不谈了 另外这两张Upseeding 都是Chronica里面不算正中的 所以这次咱们终于有机会 拿到这个先行版 这里面一共是有两张的签字 然后其他的还有一共7张卡吧 两张签字 咱们就看能不能这次能够发达一下 咱们直接开 帕尼尼不得不说他们官网发货 发的还挺快 记得也很快 应该是第二天到或者是两天到 就反正我很快就收到了 咱们就看看这个先行版本 Upseeding 其实我其实蛮喜欢Upseeding这个系列的 它这系列应该是不久吧 去年好像是第一次吧 之前一直是这边橄榄球有Upseeding 然后就这一带咱们的希望就在此了 开 不多提 开 有点小紧张 第一张 第一张 第一张谁 嘎里哈 加里哈里斯 这次的设计还是一样的花里胡哨 只是这个条纹会稍微变了一下 这有编号吗 这应该就是最基本的base卡 好了 这是第一张加里哈 第二张多罗站 这张应该有有那个了吧 这张应该是有编号的吧 德罗站就是这颜色看着像蓝色 然后看看有没有编号 有有编号 这是多少编 01-16 1-16的 对 德罗站 下一张扎克拉文 这个应该算叫Dicot 就是它不是一个规整的卡 这张看一看编号是68-99 扎克拉文 我觉得这个Obsidian颜色是真的花里胡 就是它看上去是这种黑的 但是它其实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灯光 看上去还五颜六色的 还挺好看的 这也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二一个它是比普通的卡要厚的 所以比较硬 卡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下一张 签字 这什么活塞队的卢克肯纳尔的签字 这是像橙色的 所以看看是几边 02-50边 卢克肯纳尔 它的一张签字 目前还没开到新秀 但是咱们还有机会 我擦 说到新秀 我就难受 泰杰罗姆 太阳队新秀 它的球一的球一签字 泰Jerome 看看是编多编号53-75 53-75 哎 这个新秀出的不成好呀 泰杰鲁 跟上一次这个 是一个效果 下一张 还可以 莫兰特 莫兰特 莫兰特的一张 我看有没有编号 没有编号 是一张贝斯卡 哎 这就有点不说啥了呀 一张贝斯好歹是一个莫兰特 估计这一代里面就这张最值钱了吧 莫兰特 最后一张 杰克劳德 贝斯卡 嗯 这一盒吧 一 就这样 感觉 没回本呀 不过呢 很久没有开卡了 还是挺开心的 有一张 甲摩兰特 这张贝斯卡 我不知道现在卖多少钱啊 但是应该不会太便宜 而且这张卡看上去蛮不错的 所以 送去评级是跑不掉的 我应该会把这张卡送去评级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 没有太大问题 好了 这就是这个先行版本 给大家先尝个先 最好的就是一张 莫兰特和泰杰洛姆的球衣签字 哎呀 运气并不是特别好 不过无所谓 啊 那么咱们下期开盒子再见